歡迎收看 當作她的後花園 對 我決定是我們 退出演藝圈的時候 我很認真 也不是愚人節的開玩笑 真的累了 入行20年也該歌舞了 明天馬上私信我說 你趕快PO一張照片 來給大家緬懷一下 你們是網路告別式 對 我們後來跟熊熊跟那個彥均 我們是在研究說 之前不是有看過人家 那個清明節掃墓 可以在網路上掃墓的那一種 我們還說要去哪裡買這個軟體 來幫他安一個 太爽了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又… 清開心 厲害了 是的 隨著通訊軟體的普及 沒錯… 現在很多的圈內藝人 也跟著通訊軟體的這個風潮 聊起天來了 聊起天啦 我跟你講 現在聊天太方便了 是的 而且在這個私密的聊天的 這個群組裡面 對 有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呢 真的 而且打電話很快 怎麼講就傳出了 對 或者趁亂告白的這種很多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 凡流過必會留下痕跡 對… 講過的話沒有辦法刪掉 因為刪不掉 現在有新軟體可以隨時把它炸掉 就是你PO出去 你確定它看到對不對 你戴下去 砰 它就不見了 真的嗎 新的軟體是這樣 好像有耶 下個禮拜你們看就知道了 已經有新的軟體 是不是你自己拍了一個新的 什麼東西對不對 訊息本來就是可以回收的 發出去以後本來就可以回收的 沒有 真的假的 沒有… 我們自己回收不了 你發出去得起黃毅霖那首歌嘛 好可惜喔 先介紹兩個版主再說好不好 哪一個版主 潘若迪 歡迎 介紹一下是什麼…群組 你們的新種 早洩幫 什麼東西 早洩幫 男人到冬天的時候會早 秋冬的時候會早洩 女人到秋冬的時候會早 矯健 很健康的 矯健 早洩 這就是實際上一個群組的宗旨 最無聊的 還能早洩 也不合邏輯 他可能想說我不知道這個邏輯是什麼 我們當初成立早洩幫的時候 是因為我跟小鐘兩個人 非常喜歡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 對 騎腳踏車 而且我們兩個唯一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說到就會做到 其實我們當初 因為小鐘其實當初有說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加入早洩幫 那你一定要喜歡運動 一定要有腳踏車 那個時候規定說一定要有腳踏車 對 所以有腳踏車跟喜歡運動人 才會進來 聽說你們當中還有人沒有腳踏車 然後附會的時候是騎U拜 就是我 真的 騎U拜 你現在剛才我們也沒有腳踏車嗎 這個參加得太艱難了 還有… 還有不會騎腳踏車的都在我們的群組 然後還有四道靈頭 郭彥均 人家已經明天要出發了 借車 打電話給我說要借車 好 我敬妳沒關係嘛 對 借車 妳來我家拿 對 這樣妳騎過去妳在哪 但是後來兩位正妹 熊熊也加入了 什麼狀態會邀妳 沒有 就是潘老師 就我們是在錄影的時候 然後潘老師就問我說 妳會不會騎腳踏車 妳喜不喜歡運動 我就說我會騎腳踏車 我會騎腳踏車 我也喜歡運動 可是我沒有腳踏車 然後潘老師就幫我找了贊助 沒有 潘老師真的很會找贊助耶 潘老師這個對你好好 我為什麼都沒有叫對我 如果你現在 沒有… 如果你現在要這樣問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我從這種A 一些什麼東西 沒有… 他在這邊現場 你問他 你說實話 那潘老師你跟我講一句話 因為群組所有友人都知道 那一段往事 第一次約熊熊來去講話 然後很多人都約嘛 對 那個侯昌明已經在那邊到處找 找大家找一個多鐘頭 找不到人在哪兒 潘老師很不耐煩 就跟你講那喬 再過去再左轉再右轉 不管你 自己找 不理他… 發脾氣 沒多久熊熊打來 潘老師 你們在哪裡 潘老師嗎 熊熊… 用他講 熊熊是他失蹤的小孩一樣 怎麼會這樣 然後找到以後 就不管侯昌明了 他們自己就騎走了 這個差別待遇難免 對 合理嘛 合理嘛 我是從頭到尾都沒有跟上你們 所以我騎U班 就被拋棄了 等一下 沒有 從頭到尾都有人猜疑 就是這個人沒有 你有去騎小踏車嗎你 他沒有 他把腳踏車從大直 我們要騎到原山 他七七騎到一半最後一個 他自己把腳踏車折起來 放到計程車上 然後坐計程車上 沒有計程車坐到原山 先去等你 爛透了他 就是小踏車以休閒為中止 對… 不要搞得大家都沒面子 搞得跟極限運動一樣 他們出發 瘋了 以為自己在參加那個自行車大賽 天啊 對啊 他老婆騎得都比他快 玉琳哥好運動 我承認我 比例的問題 腿四六腿她怎麼騎 四六腿 不是 我承認我之所以不願意騎 是因為我不想再受到那個羞辱 連我老婆騎到我身邊 好可憐喔 真的 真的 這個群組感覺歡樂就很多 其實我們這群組真的非常歡樂 一起去走一走是還可以 對 運動派 不過後來…這個群組 我看已經2266了吧 還有在騎腳踏車 上一次騎腳踏車什麼時候 去年 2月 2月4號 我們每年除夕之前都會再騎一次 就是 而且我們還有尾牙 好 先介紹他們這邊好不好 這邊第二群人 我們是風神幫 風神幫 因為是風神霧霜 滿祖是山豬 不是… 滿祖是我們的 以那個年資來算 他最年紀 不是 這年紀來算 我們風神幫不是我們自己 四個人創的 我們是為了工作 一開始是為了工作 對 是公司取了風神幫 把我們所有的 因為要通知什麼時候錄的 錄影什麼的 腳本 聊一些什麼的 可以聊一些腳本 誰準備什麼大家都看到 對 很方便 哏也會在裡面交流 也會 後來才有一些自己的聊天在裡面 主要是以工作內容為主 就是那天你要帶什麼東西 或者是要誰要去錄影這樣 一次敲帶大家看到 對… 因為裡面也有老闆 所以也沒辦法講一些 那好無理喔 完全沒有辦法 老闆他們基本上都讓我們 在那邊裡面瞎聊天 他們也不回應 所以我們後來就聊天聊習慣 我們研究套就用那個 就不管老闆 就不管老闆 你們有創團的宗旨嗎 宗旨就是 只要你 就可以在這個群組 結果你就要退群 對 就有門票了 好合理 以續約為宗旨 沒錯 你們有常聚會嗎 有像他們嗎 聚會的時間比他們還長 很長 我們一個禮拜去一次 對啊 因為每次錄影 錄影完之後大家就會這樣 不是 因為你們的時間比較多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是說私下 對 你不要這樣傷害人家好不好 我們沒有時間 對啊 我們要錄完影啊 這邊罵了一下 當天錄完影 晚上就會一起去吃宵夜 對 一定會 你們如果是沒有工作狀況 會約出來的機會高嗎 完全不會聯絡 對 為什麼 其實我們真的就是很少會 就是約成功 有約 但是沒有約成功過 潔琳 妳是在裡面算正妹 我在裡面 對啊 絕對是 裡面都是回嘛 對 裡面都是這些 我們來找來算正常的好不好 她是偉洋 她是妳算正常的喔 她在裡面就是白雪公主 然後她們另外剛好 另外七八八八 對啊 這一堆裡面 不管是這個… 你們這個亥群之馬有沒有 權重力一定有一個傻乎乎 詹老師吧 他是比較奇怪啦 因為他就是有一次 你講這個他突然會出現一個人 然後他自己邏輯的東西 然後跟這些話題都搭不上邊 她是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半夜大家一片即興無聲 她突然傳了一個 怎麼啦 什麼東西怎麼啦 有問題是不是 沒有想話 然後哪裡不回她 是不是 沒人叫她 然後你如果不回她她就說 很疾病 大家在睡覺了 她也是…七八點鐘做起來的 一大早起來 人家說了不起就說早安 大家早安或早morning或什麼之類 不是 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是什麼 群組大家聊得很開心對不對 對… 有時候會聊得很開心 啪… 然後突然她自己 突然間插進來講了一句 誰說 對… 對… 就是有這種 無聊嘛 邏輯很怪啦 早上問好 也問早安 午安或什麼之類 他早上一大早就問 是不是 對 是不是什麼 怎麼拉這樣子 是不是 然後大家再聊一個話題 比方說要約聚餐的時間 然後她都不出聲音 然後突然PO一張 她跟熊熊的合照 對 不然就要PO自己的MV 對 那是在幹嘛 怎麼會這樣 騙點擊率 POMV騙點擊率用的 所以她的節奏比較怪 比較亂 你們這邊 標心利益我有一個例子就是她 她是那個標心利益 就有一次大家就是在要 有一個通告 大家要PO鬼臉照 每個人就很瘋狂的PO自己的鬼臉照 對不對 結果這個時候 這個人就忍不反而PO一張 她自己的比基尼的照片 就進來 這個很好啊 很好 揚眼 差不多等於那個意思 反正 PO比基尼這個做公益啊 對啊 讓大家在恐怖之中 然後回復一下心情 所以我傳得很好啊 對 因為你恐怖的 大家PO的時候 他那個比基尼的照片 是最新科技 你拿銅板去刮… 可以把那個衣服 我還有用 最後一點 不是 這是 超熱水 比基尼會消失 還有一個晚上 因為錄影錄到很晚 然後回到家打開 我群組裡面 然後我就View照片 不看他們的對話 太多了 一百多條 對…很多都是廢話 一畫下來 第一個是誰 你知道嗎 誰… 是個女生 珍珍 有沒有 有耶 珍珍… 對 珍珍有意是那個太誇張了 有意性 人家說有意性沒人性 男生什麼叫做有意性沒人性 女生其實在群組裡面 本來該照顧就是應該是 她會比較好奇 妳敢把群組給妳老婆看嗎 我老婆看嗎 妳老婆從來沒有生氣過嗎 我跟妳說 因為妳在裡面太多不雅的照片 什麼 都是妳傳的 各位 所以隨便 隨便都是這種的 我有一次提醒她說 潘老師 妳是已婚人士 一男多女要注意一下 她會唱給我說 妳有一個男人一聲當中 來 看妳的這個板子 對 人家說妳有意性沒人性 推銷戀才華 成立 男生什麼叫做有意性沒人性 女生其實在群組裡面 妳本來該照顧的就是應該是 但我比較好奇 妳敢把群組給妳老婆看嗎 我老婆看 妳老婆從來沒有生氣過嗎 我跟妳說 什麼 都是妳傳的 什麼不雅的照片 我跟你講 各位 所以隨便 隨便都是這種的 真的… 這還好嗎 不雅 不雅 快 不是不雅 就是說 一個已婚人士 對 一個人夫 每次觸遊都是這樣 跟三個妹 對 跟女生很好玩 還有… 這是我隨便截圖的 她還說陽光女孩站這樣子 群組裡面起碼2000張這種的 真的假的 都是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憲哥 第一個解釋 這個是我的健身房 他在我健身房運動 我們兩個運動就拍了一張合照 跟大家說對 跟大家說是不是該起來運動了 因為他們是喜歡運動 對 這些人本來就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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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句就好 你先不要講 健身房 是一家Motel的名字 健身房 人家上班在講話 這個我相信你 我跟你講 這個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我們群組 沒有 我們群組要約大家出來騎車 現在不容易 不容易… 坦白說不容易 我們現在就這樣 今天下午要騎車 有時間要來的就來 報個名 就來啦 對 就這些人就來啦 他們有空就來啦 就剛好你 然後約了30女生 我今天都可以講 這個人從頭到 兩年都到現在只騎過一次而已 他很厲害 他都去調我的那個錄影行程有沒有 天天都挑那種 我調你錄影行程 我還看你洗腳時間耶 我調他錄影行程幹什麼 無聊這個 這個還好啦… 對不對 這很健康的嘛 算健康…沒有什麼不假照 就是說一男多女看起來比較刺眼 我有一次提醒他說潘老師 那個你是已婚人士 一男多女要注意一下 他回床給我說 玉琳哥 男人一生當中 一定要有一次雙飛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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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啦 趕快一點跌倒 趕快一點跌倒 這個我不相信 對 你相信我 這個我不相信 我跟你講 不要跟他亂講 上次我會在飯店裡 要偷毛巾的時候 人家記得來問我耶 真的以為我偷毛巾 但是現在記得… 現在記得他要問他偷毛巾的事情 他主要是偷磁磚 沒有啦 是他說的啦 潘老師 人家問你有沒有偷毛巾 你要說 他說對不起 我下次不會了 我沒有什麼下次不會 我根本沒有偷毛巾 小孩子不懂事 人家對不對 要道歉啊 對啊 不要理他… 然後他說你推銷戀財網 沒有 其實他是那個贊助網 贊助網 這樣啦…我們用 給我一個平板的控告 因為這是我指控你的 我幫你澄清 現在終於講出來 你不要幫我澄清 我自己有嘴巴 我可以講 我有嘴巴 你不要幫我澄清 我能有的資源給我們自己人嗎 基本上我都是做很好事 就是說 那個練才是比較極端的用語 其實他就是那個sponsor Mr.Sponsor 對… 他為了大家的福祉 確實是會幫我們找一些那種 那個優惠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真的太誇張 我們過年去泰國玩 然後我就忘了帶那個嬰兒推車 泰國也能找到sponsor 然後我們就找到一家購物店 是 然後看到那個價錢 然後正要跟那個店員溝通的時候 他把我擋住 然後我來… 我想說什麼時候會講泰文 好厲害 好Man喔 這麼照 他看到人家店員 冬季拐 冬季拐 他就弄起來了 但是至少有便宜到1000塊有沒有 他跟他說台灣 他為什麼要跳舞你知道嗎 冬季拐 冬季拐 是台灣Superstar而已 有啦 有便宜的1000塊 就便宜1000 便宜1000塊 憲哥 我跟你講 我這樣直接說好了 劇情是這樣 廠商提供了兩台腳踏車 不是 兩台娃娃車給我們 我們要出國帶出去 這個傢伙要出國的前一天 他把娃娃車停在他的車庫 他忘記 忘記帶上車 所以他變成到那邊去 他沒有車可以坐 是 從頭到尾牙 他一個人抱得很辛苦 我有幫忙抱 對 沒辦法也只有 你沒有抱五分鐘而已 那是你女青春的 都一直抱著這什麼 這應該的嗎 好像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小孩這個階段 只認媽媽 就是爸爸抱沒五分鐘就哭了 就要回到媽媽那邊去 那娃娃一直在抱得很辛苦 那買一台我想說 你不要花那麼多冤枉錢 因為你回來還是原車 所以你就跟對方殺他價 我就幫他殺他價 為什麼這件事我還是要怪他 因為他死券活券叫我一定要買車 我就有一種不想的預感 後來雖然憑你一千塊買來沒有錯 本來我們前幾天很辛苦 因為抱小孩嘛 沒有車 買了車以後更累你知道嗎 我們本來只要抱小孩 現在多了一台車 沒有 抱小孩 因為他明明知道自己小孩 不坐那個樣子的車 他小孩才六個月 對 他給人家做那種是站起來那種 那是因為在買車的時候 他被你那個東起乖 等於嚇到哭 等於嚇到哭 沒有在乖的嘛 其實遇到那種情況 你不如就在泰國 比如說把他轉正給別人 對啊 就不用提那麼重 我本來也是這樣跟他講 我還以為你說把小孩轉正給他 不是這個意思 對… 我沒有賣的啦 沒有收的啦 我怎麼可能會用賣的 收好包耶 來 看你的人家怎麼說你 我應該是沒這麼好講的啦 席字如今 不可能 真的 有這種事 我絕對不是我們講的 怎麼可能席字如今 因為他手機不太會 對 他就是這個 席字如今我幫你講就好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私底下 沒有錢可以拿 現實現實 虧等生意不做 倒也不只是這樣 這也是原因之一 因為我們工作完真的滿累的 所以我每次很佩服潘老師 怎麼有辦法在工作之餘 可能因為他是健身教練 所以體力很好 有辦法在那邊長篇大論 我累都累死了 所以我經常就是配合一下 就是按個那個 大拇指 大拇指 笑臉 OK 連按大拇指都有問題 我就很常 就說好像連續幾天都按大拇指 那個張維中 我不是說那個都會亂節奏的 他突然半夜傳來一篇 神秘的大拇指又現身 神秘的大拇指 我後來傳實現給他說 你王…你有病啊 什麼神秘的大拇指又現身 就沒有邏輯嘛 他很懶 他是因為懶 他真的是懶 他連回 人家有時候回答什麼東西 他都不願意他 懶得打字 不然就是一個OK 不然就是一個大拇指 歐柯現在很方便耶 你按喝就有了 我跟你講他連語音都不願意 他連語音都不願意 沒有 那個我也是看憲哥 用語音打字法 我就覺得好神奇 我想說 因為我按注音打字真的比較慢 這也是我不喜歡 那個回傳的原因之一 可是我後來看你那樣的 我就學 有一次我在吃麵的時候 他們又討論很熱烈 我就學你那套 說我在吃麵 逗點 但是我可能趕不過去的 驚嘆號 我早一天再請你們吃飯 據點 那個賣麵的人 你是傻笑喔 他看我一個人都要逗點據點 可是他聽得出你的問題 你不熟練的不要用 對 我一個朋友他是住北京的 是 然後我叫他Siri 用完之後 他說到台北來玩 對 然後也恰功 對 完了之後回到北京 他老婆要跟他離婚 為什麼 他只傳了一個 幫我…幫我訂機票好嗎 這樣 這很OK啊 然後就Send出去了 對 他老婆那邊看到是 對 有的時候會這樣 幫我訂機票 對 那個事會亂 可是那個是用Siri對不對 你是要傳給誰 傳錯了對不對 幫你訂機票 這真的解釋不清耶 真的 就是你帶頭唱反調 這就是他的朋友啊 因為大家沒事 沒事我們有時候相約 只要是約騎車跟運動的 他一定會說 我跟你講那天下雨出去 可能會有雪光 那天怎麼樣 車子會怎麼樣… 對 只有吃飯他才會到 唱衰聚會 就是要吃飯 吃飯他就一定會到 他們很妙 那個跡象報告都已經明明說 那一段時間會陰雨綿綿這樣子 他們偏偏要約那個時間去騎車 但是我們真的都去啦 可是我們去都去了對不對 我們都有去啊 對啊 那天是不是真的下雨了 沒有 他只有一下子而已 只有五分鐘而已 然後我們就開始整個騎車 妳沒事啊 妳很開心啊 妳怎麼知道熊熊臨到透明 臨到透明 小熊你還沒有去 原來他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對不對 抓到喔 原來是你們兩個一起 妳是不是有一次被臨到透明 沒有 就是淋濕而已 好難喔 好有話喔 你是有副子夫啊 你怎麼可以幹這種事 我沒有拋照片好不好 郭彥均是最容易臨時變卦 都已經約好了喔 前一天他沒有表示異議了 那就應該OK了吧 對 然後當天呢 他突然傳一個簡訊來 外面在下雨 So sad 其實也來心 就這樣 就這樣不來了 我跟你講最討厭就是 你來不來早一點講好 然後No show 對… 就不出現那種 對 是最厭惡的對不對 對啊… 還是要講一聲 其實熊熊也是 沒有 我後 他已經兩次說要來了 可是我都會 我前面那個沒有參加 我後面那個一定會參加 我還是會出現 就是人家騎腳踏車 妳不去後面聚餐妳才到 不是 因為我兩次騎腳踏車真的 我一次真的是重感冒 然後另外一次是 本來是都沒有事 提早約好騎腳踏車 可是我晚上要參加野火的尾牙 然後我要帶衣服 然後我要拖著行李箱 那我拖行李箱 我怎麼騎腳踏車 她若離苦心進去後花園 球熊將簡單地位搭不投 不投腦愛搭槍 妳好 我還會PO上個笑臉 我還倒上個字 我跟錦蘭好像沒有被退過 因為錦蘭其實也都 基本上都不參加 確實 由此就可以證明說 潘老師真的把這個當作 她的後花園對方 進來 既沒有出席也不回應 她連一個神秘的大拇指都不願意 等一下… 潘老師一直把她留在她內心身上 沒有啊 什麼連一個留心身上 神秘大拇指又怎麼樣 還有黑色的大拇指 現在我們都不同國的 人家怎麼講 在這個早洩邦裡面 妳是什麼一個印象 出爾反 妳看就這個囉 對啊 剛剛彥均有說了 哪有 我還好吧 跟彥均跟他比 再來一條 這滿適合當通告卡 對… 群組裡面 然後不動腦 然後大家聊… 然後也不去爬文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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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警察 來了… 有個照片 就是彥均哥 他就會PO他跟小朋友的照片 是 然後熊熊大概就是一個笑臉 然後 耶… 什麼 什麼東西呢 好好笑 我都是講一些沒有內容的話 還會PO三個笑臉 那我還打三個字耶 不是 那有回總比沒回好嗎 對 你就是笑臉跟讚有沒有 笑…讚… 沒有 這個 我們有很多部分的人都這樣子 這個群組沒辦法 有時候是要讓他知道我是存在 對啊… 總比沒有回好吧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們當初真的是有規定 我之前也有講過 所以我們的群組是希望 大家聚餐聚會的時候 你都能夠到 如果你超過幾次真的沒有來 所以你這一年都沒有出現 你根本就是無心在這裡 對 你是沒有心嘛 但是那一次我沒有去世 我還求你 我說我真的有工作 我真的對不起你們 他應該是因為真的有工作 對 然後結果他還是很心的 把我退出去做 好嚴格喔 我們都要講 對 家裡很大壓力 只是個群組 他以為他在經營政治 被推出去跟沒來是無關 不是… 熊熊不來大概也不會被誤會 我們有一個叫大飛 退出去就再也沒有進來過 他公的那還用這樣 詹惟舟也是兩進兩出 三進三出這樣 可是真的耶 我跟錦蘭好像沒有被退過 因為錦蘭其實也都 基本上都不參加的 而且他連回應都沒有 都沒有回 他剛剛跟我講說錦蘭的 他還不知道錦蘭在裡面 確實 由此就可以證明說 潘老師真的把這個 當作他的後花園 對啦 錦蘭 既沒有出席也不回應 他連一個神秘的大拇指都不願意 等一下… 潘老師一直把他留在他內心深處 哈囉 沒有啦 哈囉 神秘大拇指又怎麼樣 還有黑色的大拇指 對 現在我們說不同國的 不同血統的 膚色 不同膚色 他們雖然沒有來騎車的人 但是他們都有來上課 你知道嗎 對啊 好 來 看一下彥均來 來… 大家對你的印象是什麼呢 幽靈人口 對不對 好學生代表 什麼意思 持續幽靈人口多久才被踢出群組 他是連搭槍 就像他說他這種人是完全連搭槍都不搭槍 你明明是在這個群組裡面 你也不搭槍 沒有 我要澄清一下 也不比一個神秘大拇指 對 你都不搭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就像是因為你一直叮咚… 然後我就會覺得 有被影響到我的生活 所以我就把它關掉 是啊 你關掉Remind就好了 可是當我看的時候 他們已經聊完了 所以我在加入不就是炒冷飯嗎 好好睡 就像我這樣 你可以說 我就是不想講一下我這樣 對不對的話 但是我都有看到 她太幽靈了 他們的活動我都有參加 是不是 你說 沒有 你吃飯沒有來 但她都會參加運動 我說她好學生代表是 就是我說她那次約騎車 她明明沒有車 她去租了U-bu 然後又一直很衰 認真附會 她很衰 又是壞的U-bu 所以我們又騎去了 可是妳就說 她變成她自己一個人 從內湖騎到淡水 我們岩路都沒有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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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一直在追我 她都沒有追到 我們已經在那邊吃完東西 再回頭了 還是沒碰到 妳那個參加得太悲傷了 對啊 但是她很有心 我就覺得很感動 對 我就覺得很感動 封城吧 心目當中是什麼印象 已讀過 討厭 正妹有三寶就是這樣 對 白色的超南淵 白色的超南淵 不是 憲哥 我跟妳講 已讀不回什麼 因為這個群組裡面 他們都很喜歡講垃圾話 尤其是阿虎 又不是打籃球 他很喜歡攀關西 他很喜歡在群組裡面塑造 我跟他就是有曖昧 就像這個一樣 他很喜歡就是傳一些照片 是他就是在無意中會說 我們合照 然後就會靠很近 然後就打不一樣 對… 有點配… 她自己還寫 我以前好幸福 對 這個是我生日 然後就是她送我花這樣 她就要把它營造成 好像我們是戀人一隊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有時候就是看到她的訊息 我就不想回 因為已經搞到現在 我們老闆就有一天就說 傑琳跟阿虎好像越來越好 對 然後他們要不要乾脆在一起 然後裡面還會講一些有沒有 好懷念妳胸口那顆痣 真的 就會讓人家誤會 對 所以我乾脆就是看到 然後我就不回 而且我真的要怎麼回 你看上面有山豬說我以前好帥 對 就你要怎麼回啊 說話 不是 因為她是那個群組裡面 唯一一個女生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都比較喜歡開玩笑 我總不可能把這玩笑 開在山豬身上嘛 對不對 那也太好 可是我們都不會開傑琳玩笑 就只有妳就要不正經 妳要講阿虎這張可以補 這個也有嗎 她還喜歡就是傳一些垃圾話 都還喜歡傳那種很黃色的東西 她都會以後我養妳 說完就吻下去 不要給她拒絕和思考的機會 我就是靠這一招 已經進了很多次警察局 真的很好笑喔 覺得幽默請鼓掌對不對 就是她都是上網找一些 那個網路上有趣的圖片 然後就存下來 你來批評人家 那你自己還說好好笑耶 對啊 她真的會偷走 她真的傳了很多 然後我就 總是會中一張 我就覺得還滿好笑的 所以就回一下 女生以讀不回 還滿合理的 總是出道比較久 所以比較資深就會可以 沒有 不好 以老賣老 沒有 她通常不帶回 但是她一回就說 她幾乎的前床 對 她丟下這句話 就再也不講話 然後我們想說要迎接她這樣子 然後我們又講了幾句話 她又完全不聊我們 所以是解嗨就對了 對 她以讀不回很嚴重 不是 憲哥她很喜歡半夜的時候傳 她們到前幾天兩點多還在傳 然後我就說你們是不是沒朋友 就她們傳垃圾話 然後也沒有重點 然後我就說你們是沒朋友 一定要傳這個群 她們真的 沒有朋友就是妳 妳可以跟我們當朋友嗎 她們當個就我們整天互相取暖 對啊 妳好慘 她的手機真的很痛苦 因為你看她手機 所有的那個通訊軟體 都是999以上 999家 她都不看了 真的 妳是萬綠從中一點紅 誰不跟你講 不是 我跟潔嶺很委屈 她就感覺在冰營裡面那個福利社 唯一的 然後冰三年母豬賽 對 母豬賽雕山 沒啊 沒辦法 裡面妳再找其他女生進來 妳們是群組可能會好一點 那個住院就分散掉了 太重了 妳看我們這邊多開心 還是我可以加入走 希望退出封城嗎 我們日本的女生加入我們 可以加入我們嗎 還是我們一群幹團好不好 對啊…來 看一下三組 人家對妳的印象 解開王 還有剛剛講的一樣 剛剛就是 那是說你 打破砂鍋問到底 我講的笑話都滿好笑的 你講一個… 你現在講一個 現在講一個 是因為她講的笑話 其實我就是一個 喜歡在群組講笑話的人 像說哪一個國家 對吃最隨和 對吃最隨和 哪一個國家 菜國 很簡單就是 夢家啦 為什麼 夢家啦 沒有 這個很好啊 對啊 你就可以 平常在群組裡面試梗 平常練一下嘛 孔子是中國最有名的什麼家 老人家 你不能老闆老闆 這一次都講的 這一次都很多次了 這應該是早上喝奶茶 上面有寫錄 他剛好有錄到那一集 真的嗎 真的 我們要離驚爆推出演藝圈 找些幫你們網路告別是 今天在演藝圈20年太久 我覺得夠了 所以我就PO了一個 我決定是我該退出演藝圈的時候 我很認真也不是愚人節的開玩笑 真的累了 入行20年也該歌舞了 明天馬上私信我說 潘老師要離開我們了 你趕快PO一張照片 來給大家緬懷一下 你們是網路告別式 對 我們後來跟熊熊 跟那個彥均 我們在研究說 之前不是有看過人家 那個清兵節掃墓 所以在網路上掃墓的那一套後 我們還是說要去哪裡買這個軟體 來 幫幫安一個 好… 打破殺或問到底 就喜歡什麼事情都問到 巨細迷遺的人 好 譬如說今天有個通告 假設說今天要帶 經紀人說要帶一件白襯衫 然後大家就OK嘛 就白襯衫這樣 還是沒有口袋的 我的要扣子的還是那種就是 魔鬼沾的之類的 我只是確認東西而已 可是這算是敬業的一個部分 對啊… 免得帶錯不能用 這還滿合理的 但是他平常生活還有一個 就是比方說我跟他有時候聊天 你這聲音好像那個班長 對啊 李欣文 這個問題我覺得不是啦 他誰…我忘記了 對 李欣文 李欣文 對 李欣文 他只要上你節目都忘記了 還不行 真的滿像耶 好像喔 等一下看一下你的悟空基礎 好 看一下 其實我想知道我的評語是什麼 說教王 說教王 他有說教嗎 有 對… 貪關西的曖昧王 曖昧王 阿虎其實是我們年紀裡面最小的 對 可是他就是最老成 他常常會跟我們講說 哪些東西不該做 像比如說我們在休息室裡面吃飯 他就會唸 就是會說你吃飯不要吃出聲音來 所以我跟香蕉都很 就吃飯都很不自在 因為他就會一直聽 然後聽你們有出聲音 可是你吃飯 你總是要把東西放進去嘛 一開就會有聲音來 他們是真的很大聲 怎麼管中東西 他就覺得我們家教不好 沒有 我是覺得這個是禮貌 因為吃東西有聲音會影響別人 對 我幫他修正到好 但他有時候是壓力 是你一直忍住嘴巴不要出聲音 然後一直忍著人 然後就 就下面就… 誰啊 找地方宣洩 對 然後就會講 就會講一些 比如說做人處事 妹妹咬咬咬 就是說他就會講說 我要教你一些俠悔書 對 然後說 他自己長得那麼像更生人 對 他自己比較俠悔書 他感覺就是歷練很多 像監獄那個教悔師有沒有 不是 因為他們實在太純樸 很多東西他們就是會觸犯到一些 就是禁忌 然後他們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說攀關西的曖昧王 就是他剛剛講 就是剛剛那個照片 對啊 還好啦 偶爾聊天 開開玩笑而已 還好啦 不是真的嗎 或是真的嗎 不知道 不是真的 一次想拉跨買 搞不好拉中 不是真的或是真的 不一定 崩打啦 然後剛好姐姐也喝醉了 你只有一個 沒辦法 讓她拉一下嘛 謝謝妳要小心 真的 他很愛約人家去喝酒 好啦 我們分兩個問題 兩個禮拜都還給我們 好 好 太好了 謝謝 我們在那邊過去兩人 而且我們在那邊坐進去 所以我站都OK啦 最近正確 卡古人家都說你 理由 理由 不是山豬嗎 所以我們是最理由的 PO照片 亂PO照片 你PO一些什麼 你自己的…自己的預兆 沒有 他PO照片 沒有 我是PO 因為群組的時候真的太冷靜了 而且大家都把他當作工作的群組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不想太安靜 我都會PO在 然後我就PO個生活照 他都PO他的直拍照 我現在在台中 我現在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你跟詹惟什麼兩樣 他這個人就是極度自戀 他覺得說大家都想要在乎他的生活 所以他常會PO這種照片 自拍照 他就會PO說我現在 我在高雄搭捷運 高雄捷運真方便耶 幹我屁事 幹我們什麼事啊 然後最後我就想說可以不要這樣嗎 真的好噁 他就會說再加上三隻小馬 應該就不噁了吧 三隻是什麼 小馬 就是他拍照的一些 就是旁邊的背景這樣子 好傻眼喔 你可以跟詹惟組一個群組 等一下 這個意義在哪裡 他把我們當粉絲你知道嗎 像這種照片 他一定都拍十幾張 然後才選一張好看的 沒有啦 好像張粉絲好看 因為全部都是自己自拍照 極度自臉就是這樣子 而且你很喜歡 故意把眼神搞得很憂鬱 是為什麼 他覺得性感吧 理由不也是 他其實跟三豬的症狀是差不多 就是他也是遇到事情之後 就是先解釋 然後不先道歉或怎麼樣 先解釋再說 凡事都有理由 就是譬如說要做錯 不是 那是因為我昨天 跟三豬討論… 譬如說遲到 那是因為我昨天跟三豬討論 討論太晚 所以今天睡過頭 但是我有起來叫三豬喔 但是三豬他不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就先出門 不過想說我先出門的話 那三豬他就出不了門 那怎麼辦呢 之類的 無限延伸 講不完 他們廢話比較多我還好 我只是狡辯 狡辯完就沒事 是… 來 我們給他們出個題目好不好 群組裡面如果他 我遇到一個狀況 大家回應你的情況是什麼 是 潘若迪老師 你出了這個是 我那天出了一個那個狀況 是我想說我覺得 在演藝圈20年太久了 我覺得夠了啦 也累了啦 所以我就PO了一篇 PO了一個 對 我就PO了一篇文章 落藏 我決定是我該退出演藝圈的時候 我很認真 也不是愚人節的開玩笑 真的累了 入行20年也該夠了 也該夠了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這些 對 我覺得我比較情有獨鍾 還是我自己的專業領域啦 對 我想 我今天我很在乎大家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他也不忘記炫耀自己 說他在專業領域的收入是 裡面還有講到這個 他連這種悲傷文都還要 有…有看到 遠超過我其他工作的兩倍 所以想專一在現在的專業 我們講是實話嘛 你的這個團員大家怎麼回應你 應該滿支持的 來看一下… 大家算滿有心的啦 對啊 陳語喬只回你三個很很驚訝的臉 但是玉琳哥說 潘老師別這樣 沒有史邦瑟先生 日子要怎麼過 日子要怎麼過 他不史邦瑟的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大家 吃飯再當面請教老潘 玉琳又來了 對 因為有人說好突然嘛 對… 因為我猜他身體出問題了 聽說他身體出了問題 我還以為你真的知道 我還以為他真的知道 你說他是不是來亂 真的是來亂的 後面一張 對不對 彥均也來了 他說 重點是潘老師書也沒大賣 因為小鐘哥 小鐘哥 說他要先發一張大字 他說羨慕潘老師 我也希望出一張騙大賣之後 特殊演藝圈 對 然後他說書也沒大賣 然後人家說 小鐘哥 潘老師是生病了 不要亂羨慕 對 熟熟好笑 重點是潘老師書也沒大賣 所以等於你一開始以而傳而 大家就把你當真的 對 因為我想說他們兩個很好 我想說潘老師跟玉琳哥 所以一定是真的勝出問題 潘老師要繼續喔 火囉 我很認真 你們都以為我在開玩笑 還說風涼話 這也是我想要退出的原因之一 因為你們只聽假話不聽真話 騙得好認真喔 真的 別再說講 甚至多人 潘老師 你搞錯愚人節時間 因為年紀大了 記性不好 對 然後我還是持續關心他 盛虧看醫生就好 書賣不出去再寫就好 別任性 對啊 完全沒有人在挺你的耶 真的 就沒有 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人認為是真的 對 可是彥均很關心說 盛虧是不是不能生小孩 因為我想說他會不會是因為 為了要生小孩所以那個退出 然後我還經歷不如說 因為他最近真的很會忘記事情 他連講到車都忘了你知道嗎 他還要貼紙條貼在腳踏車上面 說腳踏車 他才會記得 太誇張 腳踏車要貼腳踏車 對 他看到字才記得 這是腳踏車 他哪有習近如今啊 玉琳哥明明廢話就很多 對 他廢話很多啊 但是我被他嚇到 女神耶 許維恩 竟然沒有潘老師 我也待不下去了 潘老師 我愛你 沒有你這群組失去意義 我先走 終於被 他可能本來就很想退出 他可能就退出 他可能要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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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維恩群組很有壓力的 因為他這麼多年來 對 擺到機會… 不是啦 小恩是以為你要離開早洩幫 對啊 我也有說我要離開早洩幫 對 所以許維恩也離開群組 OK 還有下一位 這個是沈玉琳發的 因為甜甜說要連懷 甜甜馬上私信我說 潘老師要離開我們了 他只是退出群組 退出演藝圈 不是退出人事機好嗎 所以小甜甜說 幫主永遠在我們心中 記得要跳得跟他一樣高 上來的喔 然後呢後面 小甜甜繼續說 快點 傳 覺險 傳覺險 因為覺險是這樣子 他20年前他皈依佛門 那個高人的絕險 對 師父給我的法號 對 那個法號叫做絕險 但是這個是修飾過 他真的比絕是 絕醒的絕 他嫌是那個牛皮嫌的嫌 誰要拿牛皮嫌的嫌 選錯了吧 天啊 不行 這要讓他真的要走那一天 真的沒有人在認真理你耶 然後最後幫主永遠在 我們心中記得要跳得跟他一樣高 玉琳 黑白照 這樣還說黑白照真的 我跟你講… 對 我們就瞞著他我們在聯絡 你剛剛不是講說像網路告別事嗎 對 我們後來跟熊熊跟那個彥均 我們是在研究說 之前不是有看過人家那個 清明節掃墓 可以在網路上掃墓的那一種 我們還說他去哪裡買這個軟體 來 幫他安一個 對 不要理他神經病 來 看有沒有山豬也發的 我跟你講 你這個容易是假 但是山豬發這個很真 什麼東西 山豬也有發 你發什麼 你有發我們不知道 有難的… 你是假的 對 那是假的 各位好朋友 最近家裡出了一些狀況 需要一筆錢 不知道你們願不願意借我 這個是假的 是假的喔 然後我們製作人就說要多少 你們到現在才知道 然後開始有人問了 你看那個 大家就問多少錢怎麼樣 憶祥說 憶祥說我現在當兵一個月六千 六百借你可以嗎 好 還在講風涼話 憶祥真的 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發的時候 咬屎棍 對 他剛好發愚人節 所以我們請的一開始 以為他在開玩笑 六百拿去買紅巡就好 來 借你 然後我說我需要125萬 然後金額有點大 不過是遇到事情 才會跟大家借急 這種金額一般 比較像被仙人跳 對 我就說你是被仙人跳嗎 也太多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測試 然後逸祥問125萬能分期嗎 謝潔玲還說不要亂買點數卡 我以為他被詐騙集團騙啊 他們製作人還說仙人跳 就說免錢的最貴 免錢的都最貴 對啊 我後來跟他們講說是真的 下一張 阿虎 來了 買說緊繃只能借你20 對… 緊繃就20 所以阿虎算是我們這裡面 比較有經濟能力的 緊繃 緊繃可以借20 緊繃… 最多啦 最多只能借20 所以他講的話有可能是真的 謝潔玲很過分 對 謝潔玲就說 我要去出第二本險箴 賺的都先借你 趁這個機會還在宣傳自己的險箴 對 後面說借你10萬 對 我後來就想說 我想說還是開個玩笑 然後我說我還是先借你10萬 卡古 卡古說如果明年你可以確定還我 至少50 我就借你95 真的 真的啊 我真的當真 好有錢喔 卡古 不是…有錢 是因為山豬以前曾經他幫過很多 所以我那時候直接想說 我身上是有錢的 我就願意借他錢 所以後來我就私訊他們 看他們是真的要借給我錢還是 開玩笑的 私訊 所以我就問阿虎 悟空雞爪 阿虎他就說 他就說是今天要來拿還是 就是 那是真的 認真的願意借 不行 我再幫你調 但是他尾巴補了一句 規矩應該知道吧 對啊 規矩是什麼 就是沒有還就是 十隻手指頭 九出十三規 你是在放款是不是 不是…因為就是他借錢 他一定很尷尬嘛 然後如果你很震驚回答他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 一定要開個玩笑 就是說要還利息喔 他真的十三規也說不定 對 搞不好 就試試看嘛 就跟這個謝潔玲一樣 就拿錯了 對啊 所以算是給我台階一下 真心的 阿虎算是還滿有意思 為了這件事還真的 已經把錢拿出來了 真的 就放在家裡想說 然後等一下陸晗也要拿給他這樣 卡古的 卡古很感人耶 他說錢還在爸爸帳戶裡 他要一次給95很難 然後山豬也很不要臉的就說 我明天就要這筆錢 你什麼時候要給我 你根本就要記得你很強勁 態度比較低一點好不好 因為我在作戲嘛 就是當作戲要很誇張一點 也很緊急嘛 結果說這麼急找別人吧 結果後來他就說 你真的這麼急是找別人幫我 他想借你 但是一想自己能力最後這樣 沒辦法 你看他原本說可以借我很多 後來說現在只有5萬可以借 好 打中臉充胖子 不是… 後來卡古傳了一大堆 一大堆話來 他作文耶 他說什麼… 他說說 他真的去問爸爸了 他很認真的在跟我講這件事 而且他說他可以無錫借給山豬 剩下的75萬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做什麼 夾帶 他幫你還問銀行 好清楚 然後等你一年還款的時候 因為本來是那個房子是要賣掉的 對 然後賣掉的錢 才是我手上的錢這樣子 天啊 可是是寫合約書這邊太多了吧 我現在注意到他還有跟我收利息 好感動 然後是20加75加2等於97 不是 這種東西我跟妳講 好兄弟本來就是這樣 親兄弟平算上 好兄弟啦 很有感覺 真的啦 卡古是好朋友 要尊實 希望妳們這個早洩幫還有這個 風神幫 繼續聊天聊得開開心心 好好玩 好不好 有機會我也加入妳 好 歡迎憲哥 我們來研究一下入幫的規則再說 對… 謝謝 謝謝各位來賓 謝謝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 謝謝小明星大跟班下次再見